一切发起一发 这个起一发呢 是我们的夜宝神 夜宝 一切发起一发了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投胎 怎么来的 佛跟我们讲 你很容易 第一个是营业 引导你到哪一道投胎 到人道来 过去深中修 五节 是这样 修得不错 够标准了 复在经上讲 中品 如果是上品呢 身欲皆天了 中品呢 都人道来了 下品呢 就变成修楼 楼叉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 业力 牵着你来点 生到这个世间 每个人 古堡不一样 有的人 有的人富贵 有的人贫尽 有的人贫尽 有的人受苦说呢 千差万别 这是什么 这叫满业 是另外一种业 这种业呢 就是过去深中 修山修我 如果过去深中 像佛讲的 修山中布施 修佛财布时的财富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有钱 都赚钱 没有修的 不管你怎么做 你像人家学 人家能赚钱 你赚不到钱 命里都没有 修法布时的 得聪明智慧 修无微布时的 得健康长寿 这是属于满业 这两种不同的业 我们统统都搞清楚 搞清楚之后 看到人家富贵 我们贫贱 不齐羡慕的心 知道什么 他过去修的因 他应该得到 我过去没修因 那怎么会得到 明白这个道理 补修可以 过去深中没有 我现在就干 我把它补起来 这些是张家大师 教给我的 老人呢 我跟张家大师的时候 大师65岁 我那一年26岁 他看人多 一看我这个人呢 贫贱之命 很苦啊 所以叫我出家 叫我学释迦牟尼佛 我小的时候 没有没有别的 唱出听话 对于这些 有德行 有学问的人 我非常尊重 认真向他学习 所以他叫我 弥补 修着三种布施 用现在的话说 改造命运 我相信 因为那个时候 我看过一个小册子 了凡世讯 我也相信命运 廖凡先生 命很平常 云古禅师 教他这套方法 断无修宣 急功累得 他确实 命运改变过来了 连寿命都改变了 他没有求禅 他寿命53岁 他活到74岁 延长20岁年 这是真的 不是骗人的